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 礼仪廉耻共同孝训 这很重要嘛 四为八德 那么礼仪廉耻怎么叫做 廉耻是君主政治时代的产物 我都听不着 那意思说我们现在不是民主时代了 所以不要廉也不要耻 不要建设都不要紧 不要建设的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尤其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我们说 礼运大统篇叫选贤与能 要选贤与能 可是很遗憾在我们今天的下回来 我们的老百姓常常会被政客 那种花言巧语 胡说八道 骗他的选票 真的他上的位置他做得好吗 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选贤与能吗 我们的民主政治是民主还是民粹 今天到基隆来 看到说谢良市长 是说要被罢免 我听了觉得是晴天霹雳 怎么可能的一件事情 原来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一个东 什么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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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广场 对 法院都判了 你前面那个市长 就图立他人嘛 那个违宪在家建了 如果不去登记产权 是否产权的话 十年以后就变成人家的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是无意的疏失还是刻意的作为呢 然后今天怪罪到 国粮市长头上 因为这样要罢免他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情 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做了什么对不起市民的事情 怎么用这样子一个 表示是不得了的一个状况来抨击他 我还特别问呢 我特别今天问我的助理 他送我来 我说这个基隆这次下雨 有没有淹水 他说这次还好 基隆没有什么淹水 他就跟我提到张通龙市长 张通龙市长也许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评价 可是张通龙市长 那是国民党籍的 是不是 他的时候专门做排水沟 所以把排水的系统做得很好 很多政客做表面的工作 很夸张华裔啊 年轻人觉得好啊 赞啊赞啊 表面的 地下东西看不到 所以你看看 几千亿的预算 给了给了这高雄跟台南 结果怎么样 他还说哎呀没有错了 比以前好多了 只验了70公分还是什么东西 红说八道嘛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政客 只做表面的工作 而不做那种人家 看不到就是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说不错张通龙你看 你们大家要纪念张通龙 这个这个要记得他 做他你看以前那个 台北市的那个市长 王讲的那个黄大洲 那个时候选出来都被哦被骂的要死 黄大洲又不会讲话 然后虽然长得还不错 可是不会讲话不会什么 可是现在看台北市 你看看难感的发展 你看看那个基隆的结婉曲子 如果没有他做这些 还有拆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中华商场 还有大安森林公园 对不对 那时候多少人抗议啊 骂骂的要死啊 就他落选了 可是今天政绩 今天为什么台北市都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老百姓 只被那个政客做表面的功夫 花里鼓哨的事情啊 没看到他 事事知道的 你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今天国家市长 就要做实在的事情 我们要看的人 就是看这个 但是今天政客不一样 所以今天 大家看看 我不是因为我是国民党啊 我们的怕骂民党 不是这个道理 你要看这个政绩啊 你要看我们这几年 从八年到现在 就是一个政治 就是一个傻逼的政治嘛 动不动八千八百亿 八千几百亿 什么光电 什么风电 什么乱七八糟的电 可是今天的政府 今天的政治人物 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今天 好不容易选出一个还不错的 到今天为止也不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最大的要罢免 你干嘛 为什么 很简单嘛 因为立法院现在 国民党是 国民党蓝白加起来是多数 这叫脆弱的多数 危险就在这边 因为是脆弱的多数 所以人家想方设法 把脆弱的多数 能够翻转过来 一个方法嘛 罢免 从基隆 从台湾头开始 把那个谢国良罢免掉以后 哦 这个声势就大涨 声势大涨以后 我告诉大家 就一连串的罢免就开始了 全国一连串的罢免开始 各位 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政治 我们已经觉得很心寒 对不对 为什么老了老去 到底是我们老百姓 你们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是要怎样 有人在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吗 没有 然后整天罢免 哦 大家看是蓝绿在恶斗 其实不在恶斗 你看看 你想办法 少数服从多数嘛 多数尊重少数 这不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精神吗 今天不是啊 我输了没感官啦 对不 你已经赢了 你没有输耶 对 一时票数输啊 你说我戴清德四成选票当选 其实不是四成 我们有投票权能是七成在投票 对不对 七成投票四成投他 四成投他 四七二十八 其实只有投票权的百分之 二十八个人在投票给他 一百个人里面就二十八个人投票给他 但都是赞成台独而投他 不是 有的人是 哎呀 哎 就很讨厌国民党啦 没有出席啦 我买啦 这个我讨厌啦 就 就 民党继续做嘛 没有关系啦 好 各种原因呢 我就不讲了 那没有关系 你少数当选的 只要做得好 我们还是支持 对不对 我们台湾好嘛 台湾好 大家好 我们是支持 可不是啊 他在做什么呢 他有皇亲国戚 鸡犬升天呢 阿公也可以做资政呢 对不对 啊什么都可以 鸡犬升天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一个一个一个资政 国家资政跟国策顾问 你把名单 通通排出来 这工的主委可以做资政 那那工的主委怎么不能做资政 为什么那个台湾都不能做 啊以后那公表都去做资政好了 是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呢 那跟马英九那个笨蛋呢 他一上任 全家失业 所有的他的姐姐也不能做事 太太也不能做事 那有人呢 一当选鸡犬升天 这个不可以这样子 搞政治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 安定的家 然后为我们的孩子 涂抹他的未来 就是这样一个心愿而已 你今天国粮就在做这个事情 国粮事实上就在做这个事情 你有良心吗 你要搞得社会这样不安吗 我们忙得要死 很多事情都要我们去做啊 你为了个罢免案 耽误了他多少公务的时间啊 所以我是觉得拜托各位 今天虽然在座的朋友不多 但是我相信都是每一个有孩子的家长 有孩子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的国家 未来的好 我们大家不能够让这次罢免案过 一个善良对邪恶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是说 挺国粮 反罢 反罢免 挺国粮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 我拜托大家 今天 是一起支持 所以今天祝祝节 从台北来啊 其实本来的老小姐在家睡大觉的 但是今天 也美容觉嘛 对不对 要睡好 但是为了国粮我觉得我要来 对我这很单 不能说他单纯 你就糟糕了 你太单纯了 不行啊 一个很认真的 很用心的 很有爱心的 很温暖的 这样一个市长 我拜托大家 这次的罢免 绝对不能让他过 让他过 他就引起了全国的不安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大家一起好好支持好不好 好 挺国粮 好不好 挺善良 反邪恶 反罢免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祝祝节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